大拇指 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 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灶旁拨火 他的妻子也坐在那里防线 农民对他妻子说 我们没有孩子 真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啊 我们家里这样冷清 别人家里那样热闹 他的妻子叹了一口气 回答说 是的 我们只要有一个孩子 即使他生得很小 哪怕只有母子那般大 我也很满意了 我们照样非常的爱他 没想到后来妻子生病了 过了七个月 他生下了一个小孩 这孩子虽然四肢都完全 但是全身只有一个拇指那么长 他们说 这正像我们所希望的一样 他应该是我们亲爱的孩子 他们就根据他的大小 叫他大拇指 虽然他们给他吃的很多 但是他总长不高 永远像生下来的时候一样大小 不过他眼睛里有一股灵活的神气 不久就表现出来了 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他能做的事情总是做得很成功 有一天 那个农民准备到森林里去砍柴 他自言自语地说 啊 我希望有一个人帮助我把车子送过去 大拇指叫道 爸爸 我会给你送车子去的 你放心 车子一定在指定的时间 送到森林里去 父亲道 那怎么行呢 你太小了 不能够拉马缰绳赶车子 爸爸 不要紧 只要妈妈帮我把马具套好 我就坐在马耳朵里 向他叫喊 指挥他怎样走 父亲回答说 好的 我们就试一试吧 时间到了 母亲套好车子 把大拇指放在马耳朵里 然后小家伙就喊 咻 咻 霍得哈尔 咻 霍得哈尔 他指挥着马 马走得很好 像一个车夫在赶着一样 车子 车子从大路上向森林走去 当车子正要转弯 小人儿在喊 哈尔 哈尔 的时候 有两个陌生人 朝着马车走来 其中一个说 哎 你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马车在走 车夫在喊叫 但是看不见人呢 另外一个人说 一定有妖怪 我们要跟着马车走 看他停在哪里 车子一直走在森林里 正好停在砍柴的地方 大拇指看见了父亲 非常高兴 于是他坐到一根麦杆上 那两个陌生人看见了大拇指 惊奇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拉到旁边 说 你听我说 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 带到大城市里去展览 叫人出一些钱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钱 我们把它买下来吧 于是他们走到农民面前 说 把这个小人儿卖给我们吧 我们叫他过幸福的生活 父亲回答说 不行 那是我的心肝 把世界上所有的金子给我 我也不卖 大拇指听到他们要买它 就沿着父亲衣服上的褶剪爬上去 站在他的肩头 悄悄地对他说 爸爸 爸爸只管把我卖给他们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 父亲就把他卖给那两个陌生人 得到了一大笔钱 他们问他 你要坐在哪里呢 哦 把我放在你们帽子边上吧 我可以在那里散散步 望望风景 不会跌下来 他们照着他的话做了 大拇指向他父亲告别以后 他们就带着他走了 他们走着走着 黄昏的时候 小家伙说 把我拿下来吧 我要小便了 帽子上坐着小家伙的那个人说 就在上面小便吧 我不在乎 有的时候 鸟也在我身上 落下一点东西呢 大拇指说 不行 这是没有礼貌的事 赶快把我拿下来 那人就拿下帽子 把小家伙放到路旁的地上 他在土块中间 跳来跳去 爬来爬去 找到一个老鼠洞 突然逃了进去 他喊他们说 先生们 晚安 你们回家去吧 不必带着我了 然后 他又嘲笑了他们一阵 他们跑过来 用棍子去戳老鼠洞 但是没有一点用 大拇指 早已爬到洞的身处了 不久 天完全黑了 那两个人很生气 只得 带着空钱包 回家去了 大拇指 小得他们走了 才从洞里爬出来 他说 黑夜里 在田野上走很危险 容易碰断手脚 幸亏 他找到了 一个空的蜗牛壳 他说 谢天谢地 我可以在这里 安安全全地过夜了 于是 他蹲在里面 过了不久 他正要睡着的时候 听见 有两个人走过 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想个什么办法 去拿那个副教室的金子和银子呢 大拇指擦嘴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办 一个小偷很惊慌 说 这是什么 我听见地下有个人在说话 他们站着仔细听 大拇指接着说 你们带我一到去 我可以帮助你们 你在哪里 他回答说 你们只管在地上找 注意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便知道了 小偷们终于找到了他 把他抱了起来 他们说 你这个小家伙 你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 他回答说 你们听着 我将从铁杂中 爬到教室的房间里去 把你们所要的东西 递给你们 他们说 好的 我们看看你的本领吧 他们到了教室的房屋前 大拇指爬进教室家里 马上用进漆里叫道 这里所有的东西 你们都要吗 两个小偷很惊慌 说 说话轻一些 不要惊醒了人 但是大拇指 假装不懂他们的话 又重新喊道 你们说什么 这里所有的东西 你们都要吗 睡在隔壁房间的保姆 听见了这些话 就起身坐在床上 仔细听着 那两个小偷 吓得潮后 跑了一段路 方才鼓起勇气 想到 那小家伙 在跟我们开玩笑呢 他们走回来 悄悄地 向他说 现在 老老实实地 递东西给我们吧 大拇指又近你的喊 我要把所有的东西 递给你们 只管把手伸进来好了 正在倾听的保姆 把这句话 听得清清楚楚 他跳下床 跌跌撞撞地 冲向门旁 两个小偷 连忙逃走 好像在暴风 骤雨的夜里 打猎的魔王 带着大批人马 在追他们一样 保姆 因为看不见 于是 去点了一盏灯 等他拿着灯回来 大拇指 已经逃到 骨仓里去了 没有被他看见 保姆 把所有的角落 都查看过了 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就回到床上 去睡觉 他以为 他以为 刚才不过是 睁着眼睛 竖着耳朵 做了一个梦 大拇指爬到稻草里 找了一个 很好的睡觉地方 他预备 在这里休息到天亮 然后回家 然后回家去 但是他还要遇到一些事情呢 真的 在世界上有的是灾难和困苦 天刚刚亮 保姆 保姆已经起床 卫生口了 他第一件事 是到骨仓里 去拿一满包 稻草 他拿起了稻草 恰巧 大拇指 躺在里面 他睡得很熟 没有察觉 一直到母牛 把他和稻草 一起吃到嘴里的时候 才醒过来 他喊道 啊 天哪 我怎么落到 连泥场里来了 但是 他马上就发现 自己在哪里 他很当心 不让自己滚到牙齿中间 被母牛咬碎 但是 他终于跟着稻草 一起被划到牛胃里去了 他说 这两个小房间里 人们忘记 装窗户了 没有阳光晒进来 我也没有带灯来 总之 他认为这个住所很坏 最糟糕的是 稻草不断地从门里进来 越来越多 弄的地方 越来越窄了 到后来 他吓得拼命地叫喊 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 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 保姆 正在挤牛奶 听见说话 没有看见人 而且说话的声音 从他夜里听见到声音 他吓得从坐着的小椅子上滑了下来 把牛奶拨翻了 他急忙跑到主人那里叫道 啊 天呐 啊 天呐 教室先生 母牛 母牛说起话来了 教室回答说 你疯了吗 他亲自到牛栏里去 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刚刚伸进一只脚去 大拇指又在喊叫 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 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 教室自己也吓坏了 以为有妖怪跑到母牛肚子里了 就叫人把他杀掉了 母牛被杀死了 藏着大拇指的牛味被扔到垃圾堆上 大拇指费了很大气力 才弄出一条小路来 但是 当他刚要伸出头来的时候 又遇到一个新灾难 一只恶狼跑过来 把整个牛味一口吞下 大拇指没有失去勇气 他想 也许狼还肯听我的话 于是他在狼肚子里喊道 亲爱的狼 我晓得一个地方 那里有你爱吃的东西 狼说 到哪里去拿吃的东西呢 在某处有一所房子 你从厨房的阴沟里爬进去 可以找到饼子 猪油和香肠 你要吃多少 有多少 大拇指把他父亲的房子 仔细讲给他听 狼不等他说第二遍 一到晚上 就从厨房的阴沟里挤进去 在储藏室里大吃特吃 他吃饱了 想走出去 但是他的身体变粗了 没法从进来的地方出去 大拇指早已预料到这一点 他在狼肚子里大声吵起来 尽力狂叫大喊 狼说 哎 你静一些吧 不要把人们吵醒了 小家伙回答说 哎 什么话 你已经吃饱了 我也要快乐快乐啊 他又经历叫喊 终于吵醒了他的父母 他们就跑到储藏室前 从门缝里朝里面张望 他们看见一只狼在里面 就跑回去 父亲去拿斧头 母亲去拿镰刀 他们进储藏室的时候 父亲说 你留在后面 我先打狼一斧头 如果狼没有死 你一镰刀 把狼的肚子割破 大拇指听见他父亲的声音 叫道 好爸爸 我在这里 我藏在狼肚子里呢 父亲非常高兴 说 谢天谢地 我们亲爱的孩子回来了 他叫妻子 扔掉镰刀 免得碰伤了大拇指 他举起斧头 划开狼的肚皮 把小家伙拖了出来 父亲说 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呢 是的爸爸 我在外面跑了很多地方 谢天谢地 我现在又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你究竟到过哪些地方呢 啊 爸爸 我到过老鼠洞 母牛肚子和狼肚子 现在 我跟你们在一起了 他们就拥抱着亲爱的大拇指 给他吃 给他喝 还叫人给他做新衣裳 因为他原来的衣服 已经在旅行中 弄得破破烂烂了 故事讲完了 宝贝 开睡咯 晚安宝贝 妈妈爱你 Good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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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明天见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